刚开幕不久的复兴大饭店 因为老板深耕台南 而且中正路、国华街正新界一代 堪称台南是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市集 更是当值府曾经积极散地 而今对新时代年轻人而言 国华街仍然是美食聚集 又兼具文风氛围的一条老街 因此该饭店就到国华街去拜访数十家特色小吃 有富盛汉碗粿、金德春卷、秋佳桥卷米粉 国华街肉燥饭、水碗扁豆花等 每一家都是记忆中的古早味 邀请他们跟饭店合作 一同利用游客入住饭店 进而推广这些美食小吃 观光旅游局长陈俊安应邀到场表示 借由饭店跟在地游民小吃配合推广 可说是复兴饭店的一大巧思 更是台南的一大创举 住房家政美食卷这样的一个玩法 这可以说是台南我们的饭店邀的一个创举 其实我们护法、复兴饭店的集团 在一年内在台南连开两家 我想老板作为台南土生土长的在地人 回馈故乡这样的理念 我们是第一点最大的困点 第二点最大的突破就是说 以在地的老板成功的企业 也愿意跟我们在地最知名的这些国华街 美食小吃店家来合作 推出美食卷 这也是我们饭店业的第一个创举 另外复兴饭店总经理张简真者表示 只要来台南府城入驻复兴饭店指定房型 就可以享有专案优惠价格 还有赠送200元的国华美食券 复兴好时机要推展国华街的美食专案 那我们专案是2999加上400块 然后可以任选10家 我们所选的在地的 比如说春卷 米粉 碗粿 在地的台南好食物 给我们所有在台南饭店的 住个旅客分享这些好东西 此外饭店也希望旅客到台南观光时 除了回味古早味美食外 更可以到处走走看看 一窥台南文化古城的中照历史风貌 记者黄俊怀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